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它的意义 然后具体解释一下 然后在我们通过具体的代码实力来能够更深的理解一下这个Static关键字的用法 因为Static关键字呢 它这个知识点比较多 比较零碎 所以说这次课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好 那么首先来说Static的意义 Static本身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呢 就是静态的意思 它呢 就是用来 它是一个修饰服务 就是用来修饰东西的 比如说可以修饰类里边的成员什么的 就是类里边成员 比如说说就是一个静态的属性或者一个动态的方法 都能用Static来修饰 修饰完以后呢 就表明这个同源是成员是静态的 那么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先大体说一下 就是第一点 用Static修饰的成员就叫做静态成员 它是属于类本身的 而不是不属于对象的 首先我们先替刚确定的说一下这三点 一会儿到程序里边具体的讲 结合的程序那个讲的比较更清楚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多个对象雇用这一个的 这一个静态成员 第三个呢 就第三个小知识点就是 我们要结合访问控制服务来说一说这个Static的用法 访问控制服务大概应该都是咱们第几次课讲来的就是 那个Public,Protect,Private这三个环控制服务 然后结合Static它也有一些小知识点 好 那我们下面继续入到具体的代码来详解一下这个Static 那我们下面来看具体的代码实例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Eclipse这个软件 对啊 这些是安卓开发的 我们不管它 我们新建我们的一个项目是 Java7 finish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 主类启动类是TestStatic 然后呢 是个启动类 这个finish 然后呢 在这里边我们再新建一个类 因为我们举例子嘛 就是简单点就是一个类的名字叫A 首先我们说第一点 什么叫做静态成员属于类本身 而不属于对象 嗯 我们在这里边写一个 比如说写个Public Static Static Anti 嗯 这个呢 就是 我们就用这个安 因为I是A里边的一个属性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用Static这个修饰符来修饰一下这个I I 比如说我们写I等一个实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主类里边写 这么写 看大家大家觉得对不对啊 System.out.printf 嗯 然后呢 我们写这是A.i 这个呢 我们写 符号D 这是我们输出的一个形式嘛 这么写 好 咱们以前的课讲过 呃 这么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以前讲 呃 A是A是一个类名 它是一个抽象的模型 但是你要想用这个抽象的模型 那个你必须得就是根据这个抽象的模型 等于New A 我们以前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A的类名 那个创造出一个具体对象A 然后我们用 呃 System 呃这个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写 System.out.printf 然后呢 我们这个复制过来 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写 没有 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写过 我们以前都是用这个类 A这个类去创造出一个具体的A对象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A对象来进行这个访问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具体的属性啊什么的 但是呢 我们就是用Static的修饰 如果我们在这个类里边用Static修饰了这个静态的成员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个那个那个创造出一个具体的对象 我们直接用呃 类名的形式就可以就可以直接访问了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输出看一样 输出10 这个是10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静态成员它属于类本身不属于对象 具体我们现在用比较就是呃 就是这个这个我再具体讲深一点吧 就是我们内存里边 以前我们讲这比如说好歹好比如说这是哎好歹不好 这是我们的内存 以前说我们说为什么必须有一个类那个创造出一个具体的对象 然后才能够用呢 因为以前我们那个类里边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A类里边如果说不用Static这个这个词的话 它这个创造出就是A这个类名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出来一个具体的模型 它在内就是这个Java虚拟机它不分配不为这个A类分配那个相应的内存 只有当我们写A小AA就是我们我们写写出来这个new new的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才为这个AA创分就是在内存里内存里边开具了一块空间 我们才能够用AA因为那因为它有A这个空间了 我们才能用AA里边的东西比如说矮这个东西 然后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这个这个类里边这个模型里边类它如果用了这个Static修饰的话 它就内存里边它就已经开辟了一个这个用Static修饰的修饰的这个东西的那个内存空间是个矮 所以说我们说静态成员属于类本身不属对象它的实质意思呢就是内存里边如果说有这个类里边有Static修饰的话 它这个内存就已经为A分配了一块空间 如果说我们没有用Static修饰的话内存里边摸认的是不给A分配空间的 我们必须用类名创造出一个具体的对象才为这个对象分配了一个具体空间 所以说才为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为对象分配一个具体空间的意思也就是为这个F分配一个具体的空间 它的实质是这么个意思可能讲的有点不清楚 那个大家如果学得深的以后就知道这个内存分配的问题了 你刚才那些听不懂也就那个也没关系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结果就是这个静态成员用Static修饰的这个静态矮 它不用具体造一个对象就是用A造一个具体的A对象来使用这个矮了 它直接可以用类名类名点类名点这个成员就可以用这个对象 不是就可以用这个成员 好那我们说第二点就是多个对象能共用这一个静态成员什么意思呢 这个实际上我们先敲吧 一会儿敲完了再跟大家具体解释 还是这个我们用I前面用Static修饰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类名A1等于一个NewA 我们用这个类名具体出来一个A1对象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类 因为这个模型可以具体出来好多的对象 因为A是个模型能够用这个模型刻出来好多这个具体的实物 比如说我们科学来具体具体的造出了三个对象 一个是A1A2A3 然后呢我们写我们看我们写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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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我们看到输出的结果是三个十 这表明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PP里边说的 多个对象共用这一个静态成员 刚才我们讲 如果说这个类里边用了这个static修饰的话 就是说这个已经默认了 就是在内存里边已经为这个爱分配了一块空间 这个爱分配了一块空间呢 然后这个爱里边值就是十 所以说这块空间是不动的 然后呢 因为就是实际上来说这块空间是不动的 所以说我们具体出来这三个对象 这三个对象里边的爱都是指的刚才我们那个 刚都是指的这个爱这一块空间 所以说实际上来说 为什么它是一样的 因为实际上来说 它们指向的是同一块内存的空间 所以说就产生到我们就是有这个结果 就是多个对象共用这一个静态成员 所以说你再举个例子 举一个比较就是更明显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对象对象名 比如说A1.i 我们现在等于让它等于20 就是说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修改了这个I里边这个乘 就是I里边的这个数 我们保存输出看一下 三个20 就说明就说明这三个三个对象的I成员是 是指向的同一个地方 就是同一个I 因为它用Stylik修饰了 如果说我们不用Stylik修饰的话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看一眼结果 这个结果大家想想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A1里边的I12 其余的都是这个10 我们看一眼结果 看我们A112是 其余的这俩都是10 好 这个的意思就是 撤销 我保存 这个就是应的第二个 就是多个对象共用这一个静态成员 它的具体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下面讲第三个 第三个情况就是结合访问控制服的情况 我们说 这个我们先删掉 我们说这个 因为我们用了Stylik就可以 我们直接能够用 我们去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类名的方式 就是直接用大A这个类名的方式 来直接访问这个类里边的静态成员 但是呢 因为前面我们写的直接默认是Public 如果我们用一个Protect的话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看一眼 这个是没事的 用10 但是我们用换成Private的话 我们保存一下 看我们现在就报错了 为什么它会报错呢 因为前面它用了Private修饰 我们前面讲过 Private修饰的话 就是这个静态的成员必须 必须在类里边使用 不允许在类外边直接使用它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用在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A类的外边直接使用它了 所以说它就会报错 所以说 第三个条件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们想用这个类名直接访问 类里边的成员的话 首先第一点 我们需要用Static 我们前面看到了 用Static可以直接让我们的类名访问 这个类里边属性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前面的访问控制服务必须是非Private的 如果我们加上Private就不能访问了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所以说我们应该改成一个非Private的 就满足这两个条件 就可以用类名点静态成员的方法 直接用这个类名访问它的一个静态的成员 好 那我们差不多就是具体实例 差不多讲清楚了 好 那我们再复习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吧 这些课讲的东西比较快有比较多 我们再具体再回顾一下 有代码再回顾一下 首先 Static 第一 用Static修饰的一个成员就叫做静态成员 它呢是属于类本身的不属于对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 以前我们讲过必须用这个类名具体出来一个实际的对象 然后用这个实际的对象来调用那个里边的成员什么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用Static修饰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类名的方式 类名点那个静态成员的方式直接访问了 而不需要那个创造出一个对象 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多个对象共用这一个静态成员 刚才我们讲了它它为什么就是实际实质 为什么是多个对象共用一个静态成员 因为它一旦用Static修饰的话 它就规定了这个I是一个就是一个内存 就是开辟了I这个内存空间 它所有的东西都直向这一块空间 嗯 然后所以说就是多个对象共用这一个静态成员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防控制服务的问题 我们刚讲了 就是必须要用非private 才能够直接用非private防控制服务来修饰这个Static这个静态成员 才能用直接用类名点静态成员名的方式来直接访问 好 那我们 总结就是今天这次课差不多 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 因为我们Static的支持点较为零碎 然后呢 但是说的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课可能说的有难度 有些就是分 涉及到内存分配的问题了 我们不理解也是 不太理解也是没关系的 然后我们核心的就是主要把握这个Static本身这个静态的含义就行了 Static本身就是静态的含义 我们回去慢慢消化 我们就是自己在 敲程序的过程中会对Static有个更为深层次的了解 因为我们后边的很多程序都会用到Static这个关键词 好 那我们说一下下节课 下节课呢 我们就讲一讲这个Java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 就是继承的知识 为什么叫 但是呢 我们是只是简介 为什么说简介呢 因为继承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个Java入门课嘛 说的是简介继承 好 那我们下次课见